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从纪录片《吴米勒》播出之后 昆兵北的家就像是观光景点 前来购买冠军米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不过这位在昆兵北身旁闲聊的年轻人并不是游客 而是和昆兵北一样是道道地地的后币乡农夫 他今年才34岁 名字叫做赖成林 其实他大有来头 不仅拥有东海大学气管硕士的高学历 还是2012年获得全国十大经典毫米的最年轻得主 因为我们是算年米加工 就自米嘛 那之后阿公年纪比较大的 那其实一个年纪大的人去田里 其实是做完辈其实比较不放心 有了老农夫种到的技术 还要有年轻人的行销创意 2013年1月 赖成林回到母校永安国校 邀请师生在学校旁的农地亲自插秧 两个月后印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彩绘稻田 对于年轻人回流 曾自于自己为末代农民的昆兵北感到欣慰 不过昆兵北仍不改率子本性 认为政府如果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还是有可能昙花一现 農村在生的问题 说是比较简单 但是要回来的年轻人 政府要没有考虑说 男朋友要回来母亲就看要回来 不然就要娶妇 你如果女朋友都回来 现在新娘 你如果教育才是问题 台湾自从2002年加入WTO之后 开放外国稻米大量进口 冲击台湾的稻米价格及稻农收入 从后币商的例子我们知道 农村在生需要更多面向的深思熟虑 政府与农民之间还要更多的努力 立法院是台湾最高的民意机关 但是一般民众要进入立法院的委员会旁听 却是不得其门而入 多个民间团体质疑 这样封闭的立法院根本就是违反世界潮流 应该要让选民可以随时监督 他选出的立委在立法院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去年12月立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审理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 民间团体申请旁听 确由执政党立委以违反议事规则第61条 除立委、夜席官员、议事人员外 不得旁听的规定 杯葛一时进行 拒绝让人民了解或监督 到国会旁听 是不是民众参政的基本权利呢 美国国会不会阻挡他们的公民 不会阻挡一个外国人去参观去看 去观察他们的民主程序 甚至去听他们国会议员的发言 但是我们台湾的立法院呢 是连台湾自己的公民都拒绝在立法院之外 很多重要的公共议题 在一般商业媒体的新闻当中 很容易被忽略 但是公民记者的记录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 一起来关心讨论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